说皇帝啊 皇帝天子 他到底是 天老大他老二 中国过去都讲封建王朝 这是应该说是西方的那种论断 你看我们就近年的话 也还有就万岁的时候 你说的谁还是某某皇帝 这个 但是这个这个 他真正能说了算吗 在历史上 三公九卿做而论道 是 经常有 有霸道专权的 当然也有 那固然他的结果不会太好 就算他怎么样 他福报想尽了 他的子孙后世 也是不行的 那还有的情况呢 就是说你看我们 近代 就是某某领导 他就不能多说了 这个他连他穿衣服的权利都没有 他想穿什么 不行你要接见谁 那提前都是约好 那到时间你就必须要去 你是一个国家的形象代表 所以说 所以说 他 咱们命不是说最好 最好的命不是那样 有的就是 底线的人 好像是 自由自在的 会有 嗯 这个 嗯 当然了 一流佛祖二流先 三流皇帝四流官 古代这个三九九六说法 还是有一定道理 那皇帝他就是 那皇帝他就是 其实 自古的他就是两件事 一个是 让子孙后代 啊 传下去 他必须要有三宫九 这个这个这个六个院 他有孩子多 要势力大 要延续下去 第二呢 就是不让老百姓造反 啊 某地方 某市里 就是 就这些事 嗯 很多其他都是形式上 哼 那那你说这样听话 我就 那不是说你想当就能当 其实 每一个人呢 自古中国 正伟大 是放这四海的 都是这样 但是中国是尤其 所以说 这个 嗯 种植 之外的这些东西 什么思想啊 科学呀 经济呀 什么什么都是围绕着他来转的 文化呀 这些 宗教啊 都是他的工具 你真的想自由 那你只能在荒岛呢 那你也叫土皇帝 那你也叫土皇帝 也皇帝 没人管 真正的好命 那成仙得道 自由自在 天上地下 什么是 就是说幻化各种行 你想想当什么当什么想 要到哪去到哪去 你来来想走走 那不是说我们 常人能够又又 得到一个是身体练 而一个是行善积德 那你你要有一定的 那上天的 终人的 用户 几万 这些 啊 这就学一学了 长久才能 达到那个一个一个 嗯 企划的这个一个性 嗯 中国人呢 他都讲一个这个 嗯 虽然他都有龙才性 啊 所谓的西方说的叫什么烈根 但是每个人又都想当皇帝 主要是男人啊 啊 所以说那女人是以柔可当 所以说 女人是征服男人 男人征服世界 这个心都是 都是有的 就是 即使没有 他也是 这样是会感觉好 嗯 是否无上的